在清朝康熙年间 河南乡下有一户农家 家境贫寒 妻子白氏 丈夫死了 还是一个人 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艰难度日 儿子名字叫做玉龙 长得十分的俊俏 秋天了 白氏正在地里收庄稼 来到地头休息的时候 发现路边有一个蓝色的碎花包袱 包袱鼓鼓囊囊的 里面包有不少的东西 但是知道这肯定是 别人不小心遗落的 拿起包袱提了提 发现十分重 心里面就想 这里面肯定是一些贵重的物品 那丢了的人一定是十分着急呀 他并没有将这包袱打开 而是将它放到地头的一棵大树下 包了一些接杆呢 将它给盖住了 坐在那里等施主 直到黄昏之时 才有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白马 形色匆匆地赶过来 下马就问道 大嫂 我丢了一件东西 不知你见了没有啊 白石就问他 那你丢的是什么呀 啊 是一个蓝色的碎花包袱 里面有二百两银子 白石听了 就把这个接杆给刨开了 指着那个包袱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里面有没有银子 我可不知道 我没有打开看 那人将包袱打开一看 里面包的二百两银子 分毫未动 对此 他十分感动 我父亲呢 得了重病了 这钱是给他看病用的 丢了可就麻烦了 多亏大嫂你的 我愿意将这钱分给你一半 白石急忙推托 救人要紧 你赶紧拿走吧 我呀 并不是图你的钱财 我要是图财的话 怎么可能在这里等你呢 那个人 听了更加的感动了 大嫂啊 你真是个好人 请问您尊姓大名 来日有机会 我会前来拜访的 大兄弟 别这么客气了 实不相瞒 我是个寡妇 只有个儿子叫玉龙 那个人一听 啊 我叫张兴 我家住山西东关镇 以后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 派人到那里找我就行了 说完 从怀中拿出一块张府的木牌 交给了白石 是时光飞逝 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 这一年 玉龙二十岁 那长得更是英姿勃发 只是家里太穷了 一直没有谈婚论嫁 也就是在这一年 河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 地里的庄稼 那是颗粒无收啊 路边常有饿死之人 这玉龙家里也断粮好几天了 白石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便把那个木牌拿出来交给他 说你拿着这个木牌呀 去山西找一个叫张兴的人 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说不定能帮帮咱们 玉龙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能带上木牌 一路乞讨去了山西 就这样走了半个多月 刚到山西境内不久 他就饿倒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了 只见这户人家张灯结彩 十分热闹 像是要办喜事 不一会儿 主人家出门看到了他 那位老爷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将他扶到家中 成了饭菜让他吃 玉龙啊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刚要道谢的时候 主人说话了 小兄弟呀 这饭也吃了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玉龙就抹了魔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您说什么事 只要能办到 主人叹了一口气 我儿子刘虎啊 自幼和东关张家的女儿 订了娃娃亲 明天就要去迎娶 可是我儿子长相丑陋 不久前喝醉酒摔伤了 现在就像是一个猪头一样 怕吓到女方家里人 我想麻烦你代替他将那新娘子迎娶回来 回来之后必有重谢 玉龙也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难事啊 所以一口就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玉龙穿上新郎官的衣服 跟着迎亲队伍向城里走过去 这路上一切都顺利 到了新娘家里了 刚要将新娘抱上花轿往回返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抱了 说河水长了 阻断了回路 今天呢 恐怕回不去了 原来他们回去的途中啊 要经过一条河 以前常年是无水 谁知这次恰巧遇到山水爆发 阻断了回城呢 张老爷见玉龙长的玉树临风 对这个准女婿也十分满意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 不如暂且住下 晚上就在这里入洞房吧 玉龙是别无他法 只能是点头答应 到了夜里了 玉龙是在新房里规规矩矩坐着 身上衣服一件都没脱 新娘见得十分委屈啊 郎君哪里对我不满意吗 是嫌我长得丑吗 玉龙摇了摇头 小姐呀 你长得十分漂亮 不管谁娶了你 那都是她的福气啊 实不相瞒 我并不是你的新郎啊 新娘听了大惊 当即将父亲叫到房间来质问 父亲听了脸色一沉 则问的玉龙到底是谁 玉龙意见瞒不住了 只好将这事情的原委给讲了出来 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还有将自己找张兴的 是一并就告诉了他 新娘的父亲听完了 大吃一惊 我就是张兴啊 玉龙听了也是吃了一惊 急忙拿出那块木牌 让张兴看 张兴看了 连连说道 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的牌子呀 看来这就是天意呀 你既然进了我女儿的洞房 那就是我的女婿了 玉龙虽然十分愿意 但是又觉得自己配不上张家大小姐 将心中担忧说出来之后 张兴还未说话呢 新娘子倒先红着脸开口了 我愿意 张兴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要不是你母亲当年石金不昧啊哈 我父亲早就死了 她是我家大恩人呢 你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只要你愿意 玉龙这才转忧为喜 拉着新娘子手回了洞房 第二天 张兴向刘家毁了婚 刘家自知无理 只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成亲后的第二天 张兴派人去河南将玉龙的母亲接了过来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而又美满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